好,接著到第三題,第三題都在做一模一樣的東西 首先,我給你一條公式 跟上一題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今次我們有三個未知數 但不要緊,多了未知數也好,題目是會給你多一個未知數的值 它會給到剩下一個給你,我們就算剩下那個 好,我們寫的時候,一樣寫回代,今次代兩個數字的 直接用豆腐去分隔就可以了 上次說了,我們說代的時候,我們最好用一個括弧 去裝著我們代的東西,今次代過A代過2 對方,本來看到A的就寫回2給我,所以A代過2 二次方,題目有的,減 對方,今次要留意,因為原本我們是負5的二次方 但是今次記住,我們代的時候,我們是把負5代到B 所以今次我們都要括弧它 為何要注意呢?因為我們說 兩樣東西,第一樣東西叫負5的二次方 第二樣東西叫負5括弧二次方 這兩樣東西是不同的 負5的二次方,這個二次方 只是給個5而已,沒有負份 所以負5的二次方應該是負25來的 但是如果負5括弧二次方的話,就代表這個二次方 如果負5,又要給負5,又要給負5 再簡單來說,如果我寫開它的話,就會變成這樣 我們知道了,成的時候,先成正負,負負得正是正 接著是25來的 所以我們說,加5加括好,出來的答案是不同的 而今次我們代的時候,我們是代負5 即是整個負5 最代B這個位置 即是二次要給整個負5 我們是需要括弧的 好,那我們繼續計下去了 我們的二次是題目的 二的二次是4 減,剛剛說了 負5的二次是正25 或者簡單一點,它是一個25來的 好,所以4減25就是負21 如果你想冷一點的話 如果我們等於左邊 是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過的 即是跟上面一樣的 例如這個是V 這個是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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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可以散略的 當然你又可以寫V出來 兩樣都可以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看看旁邊那一題 這次一樣我們要代兩個未知數 另外一樣東西又要留意了 逢親有負數代入B 記住要加括弧 好像這裡一樣 請來加括弧